假如人类可以活到一万岁 老爸你快看我的小乌龟怎么不动了 这个乌龟你养了多久了 快三百年了吧 乌龟的寿命也就两三百年 哪像我们人类呀能活一万多岁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的小乌龟呀 小夫小夫你吵到我睡觉了 小乌龟原来你还活着太好了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万年龟吗 快去上学吧你要迟到了呀 老师我来了 小夫你怎么才来呀 我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一个一万多岁的老人 我扶他过马路了呀 这是你的青梦成绩 自己看看吧同学们 这五十年一学期结束了 暑假放假一万八千天 暑假作业我会放到家长群里的 放假了儿子 青梦考了多少分呀 一百分 真的假的 你这上了一千多年的学 一次也没考个一百分呀 拿来我看看 诶 语文三十五 速学四十 英语二十五 音乐零分 哎呀我的妈呀 原来你这是四看加起来一百分呀 这音乐怎么还考了个零分 爱你孤身走爱巷的下一句是什么 这种音乐体连七百岁的小学生都会 不是吧 你暑假作业发来了 什么作业呀老爸 里面的堂食三百万手 背诵并没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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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